养花也能变土豪 这五种钱罐子花 浇水就疯涨 懒人也能养得好 嘿 各位朋友们 你们好啊 今儿咱们聊聊养花那点事 我知道 很多人喜欢养花 但一忙起来就顾不上了 或者呢 养啥啥不活 那叫一个头疼啊 不过呢 别担心 我今天就给你们推荐五种花 它们可是名副其实的钱罐子 寓意多才多福 而且啊 浇水就疯涨 再忙 你也能养得好 咱们先说这铜钱草 听着名字就喜庆 寓意招财尽宝 福寿绵长 你看它那叶子 圆滚滚的 跟古代的铜钱似的 一看就知道是个好东西 而且啊 这铜钱草特别好养 你浇点水它就能活 很多人直接水赔 一年到头都不带死的 有的人呢 还把它养在水缸里 再放几条小鱼 那画面简直美极了 这铜钱草啊 只要不缺水 多晒晒太阳 它就能疯涨 你说是不是懒人福音 再说说西财树 这可是多肉里的一种 跟玉树一样好养 你看它叶子卷卷的 像不像张开嘴巴的桶子 能把钱财都吸进去 寓意招财尽宝吗 春秋季节 它叶子还能变红 看着就喜气洋洋的 你说是不是 接下来是发财树 这名字一听就知道 是个好东西 寓意财源广进 福气满满 它的叶片有七个小叶片组成 还寓意多方来财呢 家里养一棵发财树 不仅好看 还能净化空气 你说是不是一举两得 这发财树啊 树干粗壮 含有很多水分和养分 所以平时养护特别简单 你把它养在室内 散射光的地方就行 尤其是夏天 别暴晒 容易晒上叶片 还有啊 它需要的肥料也不多 生长期三十天 用一次氮磷钾三元肥就行 浇水的时候啊 注意用微酸性的水 比如雨水 桃米水啥的 防止黄叶 然后是金钱树 这名字更直接了 寓意财源滚滚来 招财尽宝 你看它叶子 像古代的钱币一样 挂满枝头 所以又叫招财树 这金钱树啊 跟像土豆一样 含有很多营养和水分 所以特别耐干旱 耐贫瘠 你浇水就能活 而且还能长得很好 不过啊 浇水也得注意 它喜欢微酸性的土壤和水分 别用碱性水胶 容易黄叶落叶 相反呢 用雨水 养雨水 桃米水啥的 它就能长得很好 最后是金钱蓉 这叶子形状像扇子一样 特别好看 很多人把它做成盆景 养在客厅 显得高贵大气 在风水学上啊 它还有吉祥的寓意呢 比如招财旺财 荣华富贵啥的 这金钱蓉啊 喜欢阳光 你得把它养在阳台 阳光充足的地方 怎么样 这五种钱罐子花 是不是特别适合你们 浇水就疯涨 越长越忘加 喜欢养钱罐花的朋友们 赶紧试试吧 这三个月 我给你